给我们来看到的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只要他一个人的一个因素 一个集团的因素 F35飞不上去 波音787飞不上去 连双B都上不了路 谁管这么宽啊 这个也是标准的 台湾之光有家公司 为什么我们这家公司这么厉害 我们知道最近9月18到23 在德国汉诺威举行 全世界的工具机大展 那台湾这一次 到那个地方是浩浩荡荡 第三大的参展国家 那在这个开幕的第一天 台湾就展示了这个 强劲的接单的能力 那有家集团宣布说什么 我第一天就超 这个接单超过1亿美金 折合这个台币是30亿 还不止这样 台湾包括陈泰 还有什么亚威 其他公司 也是获得了大笔的订单 大家想说 这一次台湾真的是在 这个汉诺威工具机展里面 可以说是大出风头 那当然这一次接单最多 当然有家集团 那有家集团这一次 其实也是里面参展最大的 公司之一 那他这一次赤支6.5亿 到这一次参展 那包下17个场馆中间的 第14座 而且他旗下有23个品牌 还有展出面积高达 6700平方公尺 然后他们现场展示了 他们40台最高端的这个企业 最高端的这个机台 它是目前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这个参展厂商 那根据他们有家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朱志阳说什么 他说这一次我原本 这个原本预计在这支接单是2.5亿 就没想到第一天居然就接了1亿 1亿是几乎是这个三分之一抢 想说这个接单的状况实在是比我预估都还要更好 从汉诺威梢来的好消息 我们进一步给大家看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 我大概用标题式的给大家先介绍 细节你要带我们看 这家公司是全台湾最大的工具机集团 那如果打世界杯呢 居然也是第三大的 是没错 他这几年靠了不断的并购 尤其是他并购了德国的MAG的这个公司之后 他现在我们现在讲他的产业地位 他的产业地位呢 在汽车零组件的这个工具机是全球第一 然后在航太呢 是全球第二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情节能源 太阳能这个是全球第三 然后在轨道呢 他是全球第五 你讲了这么多 到底他多厉害 我们给大家讲几个实际的例子 没有有家的这些工具机的话 你说宾4 B&W跑不上街头 那F35美国的这个战机飞不起来 还有另外一个波音的梦幻科技 787你也飞不起来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 他这几年并购很多德国跟意大利的厂商之后 他取得这种宾4跟B&W 里面很多引擎的重要的零组件 那B&W跟这个宾4里面很多零组件 他都需要经过工具机 反复的打磨 他的工具机就可以做到这么高精准度 所以没有他的这个产品的话 你看B&W或是宾4的车子 根本没办法在路面上面跑 你看看 这是他们的超精密的工具机 比较几个轴几个dimension在那边 好像在打磨精品 没错没错 他这个就是把 给他打磨的车子